華蓮最大的重慶市場一片殘破 余震過後沒幾秒 牆面像餅乾一樣硬生碎裂 恐怖的地震讓華蓮幾乎面目全非 台九線大清水隧道巨大落石覆蓋道路 就算緊急搶通也只能單向勉強通行 台11線明隧道口同樣被巨石占據 阻斷道路通行 怪獸也緊急清理 而在親不知此海上古道 更是嚴重毀損 入口處直接被掩埋 玻璃栈道破裂 護網也斷了 車走的人走得通通遭殃 就連受封箱 台11線的民宿 也直接二樓變一樓 不禁鋼筋羅路 裡頭的家具也幾乎都噴飛出來 好在403大地震時 就已經貼紅丹歇業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一站 一站的時候 我們都在這邊 剛好我們就這邊住 啊這個民宿做多久了 96年了 96年做到現在 你206的時候也還好 安全 安全的 華蓮滿目窗儀卻喘出 有人想趁機賺災難財 一名網友在PTT指控 強震後租處被列為 黃丹建築 政府雖然提供 每月8000元的租金補貼 但房東竟然想趁機漲價 還有網友加碼爆料 可惡的是 有些民宿業者 趁著不少房子無法住人 居然像沒房子住的學生 大喊價 一間房直接要7000到9000元 甚至拒絕房客申請租物補助 PTT底下一片哀嚎大喊 寧可住黃丹建築 也住不起9000元民宿 有的怒嗆 賺災難財的 真的很垃圾 應該把這些民宿 統計成表 提供給遊客參考 學生滿滿錯二 居民同樣滿滿無奈 因為回家的路已經變了樣 修林鄉的同門大橋 不僅震道下陷位移 伸縮縫變大 橋深也出現了近5公分的裂縫 逢變鄉高山部落 唯一對外道路 民眾走到一半才發現 居然已經被落石封死 整個灘崩下來 我的天啊 唯一出路 全台依然餘震不頓 花蓮居民更擔心 顧得了今晚 卻不知明天 是否又要心驚膽戰 只有王志文 張田雲 楊潔 呂志雲 花蓮台北採訪報導